OK 然后我再来问你一个是 我自己学英文从小的噩梦 就是学文法 因为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学英文 最讨厌就是学文法 因为我觉得像是听歌啊 玩游戏 看到的英文都很有趣 听到的英文也很有趣 可是考试一想到要考文法 要背文法 我就觉得很痛苦 那比较想好奇的是说 像你在学英文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遇过文法苦手这种状况 那如果说真的像听众朋友们 可能也会觉得文法很困难的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 文法真的是大家痛苦的一个来源 那我得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的 就跟整个教育的系统也有关系 就是出考卷的老师们 有不是我得说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文法模认 或是文法派的 但是有一些老师的确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太走火入魔了 所以他们出的题目会 为了考文法而考文法 所以整题你一看就是 那边开头要我选 Hat I 或者是 Hat I 很明显就是要考文法 可是平常大家其实也很少这样子讲话 对 那这次后来我英文变好以后 我回头看一些国高中生的考卷 我才会意识到 原来有这个问题在 因为在那个考试或升学的当下 我功力没有到 我没有办法去评断这些问题到底出的好或不好 那自己过了一个坎以后回头看才会觉得 哇 过了这些年我们教育系统还是有这样子的弊病存在 当然我得说 整体有越来越好 可是呢 我们用比较正面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既然还是会考文法 可是我又不想要鼓励大家只学文法怎么办 其实瓦子刚刚的分享里面已经略带答案了 听歌就是一个超级好的学习方法 就是其实很像是要培养一种英文的直觉一样 你不要说我今天为了学文法 然后我就去买一本纯文法书 然后每天读两页 每天学会一个文法章节 这也不失是一个解决考试的方法 你也可以搭配的学习 可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主要跟全部 比较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叫做input 就是我们自然的在脑海中要有一些英文 唱歌的好处就是 它会把我们的脑给洗到 你不自觉的就会开始哼出一些歌词 所以当你能够哼出一些歌词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这个句子通常是怎么讲的 那你会唱一些英文歌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内建了一些文法 你就知道会讲talk about think about 你就不用去思考talk后面要接什么解析词 要接哪个of about还是with 那其实都不一样 因为解析词其实是一种看你要表达的感觉 跟你要表达的细节来决定的选择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文法来背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一些表格 然后就会死记 就是说后面一定要怎样接 比如说talk后面可以接 比如说四五种解析词 然后接这个的时候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那是你在做一些整理归纳的时候 表格会派得上用场 可是如果你是从表格下手去学习 你非常容易忘记 因为你缺乏情境 语言的学习其实后来经过非常多文献的研究 都发现要有情境 那英文歌最大优点就是它是歌者在对听众讲述一个故事 它是有情境的 它是有设计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它是有一个涌唱的对象 所以可能是感情 可能是感叛 可能是时事 它是有情境在里面的 所以很自然你就会带入一个 我对谁讲话 所以我的语调或者我的用词会怎么去接 那就不会像是一个死板板的表格说 来背下来同学 那个后面接几种解析词 我就觉得好无聊 所以那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乐趣 那个乐趣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唱歌或是看剧 让自己增加英文的输入 就是在无形的帮自己增强你的文法内建概念 我当然会鼓励这一种学习方式 比起在那边枯燥的研读规则 我觉得语言又不是用文法发明的 文法是从语言当中归纳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学习会从文法下手 但有一派老师他们会觉得 你文法要严谨要小心要从那边开始 那我算是反对的 可是我绝对不反对文法的重要性 因为特别在比较正规的场合 文法是要顾好的 那才不会听起来让别人不知道你的语意 因为英文文法跟中文最大的两大差别 就是实态跟单复书 那如果这两个没有学好 或者是你动词会忘记加三单S 或者是忘记加ED 其实对方很容易会听不出来 你在讲现在还是之前的事情 你到底在讲一个人还是一群物件 那这些就会造成沟通上的误会 所以文法绝对是重要 可是我觉得没有鼓励同学 从文法下手去学说的东西 了解 我觉得我自己刚刚听完的共鸣是这样子 当我们爱上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更常去做更常去学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学得好 但我们如果只是为了分数 为了什么数字什么的去学 好像就完全失去了那个本意 就是我是很功利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做一做其实会无聊或会挫折 那加上你可能又不爱做这件事情 那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把它学好 所以我觉得包含我们今天聊的英文 还有我自己一直跟大家分享的阅读 其实都很像 就是很多人会说 到底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 到底有什么诀窍 有什么票报 其实我自己在乎的都是 我先爱上阅读这件事情 先享受读不同的书 读不同的内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接触多了 我自然而然就会再去认识更多的方法 或者说我自己会想出一些好方法去解决这样子 这些事情感觉都 都蛮有共鸣的这样子 完全是 你好会类比跟归纳 因为就是在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跟属于自己的方式 终于找到以后 那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就会真的所谓乐此不疲 老成语拿出来 他真的是 真的是这个道理 那我觉得这也一部分可以解释 为什么很多人说自己的英文人生高峰 是在于高中 毕业的时候 考完大考之后 很多时候就不太需要 因为就是不自觉的有点太为了准备考试 去研读 或者去做一些表格式的归纳 可是你实际使用的情境少了 也少了那个乐趣跟应用面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会忘记 或者是没办法再继续进步 那就蛮可惜的 OK 那节目到这边就进到尾声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审 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处金句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生的终点来临的时候啊 你口袋里面的钱还是满满的 那这些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欢迎前往另外一支说书影片 别把你的钱流到死 这本理财书呢 挑战了我们对于金钱 还有人生观的传统看法 它提出了一种很大胆 却富有启发性的理财哲学 非常值得一读哦